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杀人 无差别的杀人 在案发前三个小时 这个叫福布公泰的日本人 从日本东京地铁叫八王子站出发 然后去那个地方叫色谷站 关于去色谷的理由 他说我想看看万圣节 这两天不是万圣节吗 我跟你说万圣节这个字 我看着就不顺眼 鬼节就鬼节 什么叫圣节呀 对不对 万鬼节 重鬼节 百鬼节都可以 什么叫万圣节 另说了 他说我想看万圣节的情况 然后呢 他就在色谷逛了三十分钟 随后犯下罪行 开始无差别杀人 在车厢内犯罪呀 他专门选了一段 比方说从东京这个站到那个站 他区间比较长 所以他有足够的作案的时间 而且呢考虑的非常细致 你为什么要杀人呀 无差别杀人 那些人没爱着你 你什么事啊 蝙蝠侠里面有个人物 那是著名的反派人物 叫小丑 啊 我幻想着像他一样 所以我才买了和他一样的一身衣服来作案 这咱们北京人说神经病吧 你看电影 成年人 看了电影 然后你就就就就蝙蝠侠 你扮演成那边小丑的形象 然后开始无差别杀人 但是这个人他不见得精神病啊 但是这个人脑子肯定出声了 结果呢 现在是17人受伤 其中一人仍然处于昏迷状态 但是这个叫福布公泰的家伙 你知道他什么反应吗 他毫无回忆 他甚至跟警方说了 我现在考虑的事情呢 就是 虽然是伤了一些人 但是没有 呃 为能杀人表示遗憾 就是说我做的还不够 呃 我可以表现的更好 这次 这次呢 纵火伤人 呃 没有成功 在东京电车内扮演小丑纵火伤人 这件事情 全世界人都在议论 日本人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啊 日本东京地铁 原来就发生过 麻原彰晃的事 大家知道吧 外媒报道这件事情 当地时间呢 是31号晚上 啊 这个家伙打扮成这种经典小丑 24岁 多年轻啊 这辈子算交代了 持刀 并纵火 袭击 列车上的乘客 造成17人受伤 其中72岁的男性身负重伤 随后 犯罪嫌疑人 当场被逮捕 嫌疑人说 他 承认 我模仿八月列车袭击事件 看电影看多了 生活在幻觉当中 他 说当时 厂上看 他觉得很好玩的事 很多目击者 因为是万圣节嘛 好多目击者 以为这是一场恶作剧 不 以为这是开玩笑 或者拍视频 拍短视频 他当时用一把呢 30厘米长的刀 30厘米长这么长吗 对不对 这么长 这么长一把刀 刺伤了车厢内的一个 72岁的老头 扑 就扎到老头 这个胸部去了 然后呢 又到另外一个车厢里面开始 打火机 拿出油来 扑扑 打火机 扑 车厢就着了 座位也着了 当时车厢里面烟雾明白 列车紧急停车之后呢 车门没打开 乘客们不得不从车窗开始逃生 随后 大约40辆消防车被派往现场 半个小时以后 才把大火这个扑灭 刚开始好多人都以为 刚发的时候 很多人都以为 这 这是什么幽额子 表演的 万圣节呀 娱乐呀 因为他打扮那个样子 就是小丑的样子嘛 别人一看 这穿着戏装啊 这正常 不是演戏 谁生活当中打不成这个样子 他说了 这次作案呢 我呀 我是参考了八月发生的东京小田极限 无差别刺伤事件 就八月份有这么一档的事 他说我参考了那个事件 我瞄准了站点之间 行驶时间比较长的特快列车 在那起事件当中呢 凶手 持刀 在电车上 无差别伤人 才捅伤了十个 我一定要干得比他漂亮 所以现在在网络上 你能不能看到这个视频呢 这小子穿着紫色的西服 紫色的西服 谁正经人穿个紫色的西服 浅绿色的衬衣 你想想 紫色的西服 浅绿色的衬衣 作案之后呢 还坐在那抽烟 慢悠悠的 旁边一看 这些人是配合的吧 还抽烟 神态自若 电车里有个目击者 说 我 我当时就没想到 他这是 我以为是万圣节恶作剧 觉得挺讨厌 但是没想到是真杀人呢 这小子拿了一把刀 先拿刀 而后开始泼洒液体 你知道吗 他如果当时非常愤怒 表现出很强烈的情感 那也有助于大家群体而公之 没有 他很冷静 很冷静 就面目无表情的 机械的实行这一行为 后来大家想 一个人他作案的时候 杀人的时候 他没有表情 想起来就感到 感到这个恐惧呀 为什么会这么干 你到底要干嘛 他说我对生活没希望 嗯 没希望 因为没希望 所以就想残暴 想野蛮 想搞这么一档的事 我死也不能自己 就这么死了 我得抓 你死也得抓个垫背的 警方问他 他自己就这么讲 他说 我 工作失败了 我跟朋友的关系也不好 我想死 这是三条理由 第四条 是我不能一个人死 第五条 我从六月份开始 我就想 杀人 并且被判刑 变态吧 变态狂 所以他扮演成 小丑的形象 然后呢 预谋许久 专门在车厂作案 原来的一个刑警 后来呢 当记者的 一位日本的什么什么人 他说 这次袭击事件 带有强烈的杀人的意味 和计划性 他说 你嫌疑犯 你工作不顺利 人际关系不顺利 内心深处 可能会比较苦闷呢 身边呢 又没有轻缩的对象 再加上 最近新冠疫情影响 走投无路的犯罪犯人 变得自暴自弃 所以呢 也和这个事件有关联 但是无论如何 你自暴自弃 你自己死 我们也不愿意 对吧 你连击别人 无差别的杀人 这就 无论如何 不能原谅 日本北海道大学 有个教授 他呢 传博学教授 他说 这种暴力呀 是一些日本青年 面临 没有希望 没有希望 他说 这是日本青年的症状 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 最近这几年 这种情况 有增加的趋势 八月还有这么一档的事 情情很相 很相似 而且越来越多的人 都觉得 生活变得毫无希望 主要是因为自己呢 比不过别人 落后于其他人 于是感到愤怒 这个教授说 日本青年当中 弥漫的这种情绪 让人感到很担心 中国的老百姓 第一反应说 地铁上的 列车上 没有监控探头吗 没有保安吗 没有 日本还真就没有 在北京地铁上 每节车厢都有保安 专门负责安全问题 每节车厢都有监控探头 所以这种情况 如果发生在北京的话 那日本的这样 有长时间的混乱的场面 特别是停了之后 这车门不打开 这是更不可思议 这次案件呢 是一个月之内 东京列车上 发生的第二起 持刀袭击纵火案件 两周之前也发生过一次 那次是一个45岁的家伙 这次是24岁的家伙 45岁那个家伙 东京地铁上持刀刺伤 两名男子 然后被抓了 据报道 嫌疑犯和那两名男子 素不相识 你说冤有头债有主啊 人家跟你有仇 你也算罢了 人家跟你根本就不认识 那有人可能感兴趣 那日本地铁里 既没有保安 也没有监控探头 那日本安检不安检呢 师不相门 日本NHK啊 说了 对乘客进行安检 在日本呢 是很难实现的 日本铁路现状 是非法排查乘客 将带进这个车厢的情况 现在做到很难 所以他能 30厘米长的刀能带进去 你在中国的各个城市里边 你拿这么长的刀 你进地铁 我有一次我进地铁 我拿这么长一个刀 这么长一个刀 我先跟人家安检说 我说我一个朋友 送给我一个纪念的刀 纪念的刀 那刀具这么长 这个刀这是没开刃的 它不是一个凶器 我跟你说一下 这是我的身份证 结果 结果人家说 司马南 我知道你是谁 但是这事不行 这事不行 我只好打车 打车呢 司机卡罗伊 他不认识我 他说你把那个东西 放到后备箱里面去 你便拿东西进来 我们北京在这方面还真是 工作比较细致 那现在发生这种事 连续发生这种事 日本有没有可能增加警力 或者是家庭安检 或者是什么增加探头 有可能的 有可能的 这不是没可能 日本地铁出事可是不少的 过去有一个人眼睛视力不太好 对吧 视力不好 你去忙着按摩 对不对 你去忙着按摩 你捏的好的话 下次顾客还找 你回头客很多 我有的时候去捏一捏 哎呀 我认识那几个师傅 那捏的真舒服 我经常一边捏 我一边在感叹 哎呦 给个县长都不换 你说势力不好 你干点这个好不好呀 不 有个日本人势力不好 势力不好的偏偏呢 决力预言 用功十倍 这好像是音符经上面的一句话 意思是说 这方面不行了 我在其他十个方面找得回来 知道吗 那这个人就是这样 他自己势力不好 又不想学忙着按摩 你哪怕学个算卦也行 对不对 你没事 你这个烦到 胸有屠龙之志 就想干大事 变得非常猖狂 这小子 1976年的时候 他是因为起伤害罪被指控 缴纳了罚款 伤害罪 他发狠嘛 发狠就把别人弄伤了 弄伤之后 他更加疯狂 他的人生便拉开了一个序幕 1984年 他在东京开了一家瑜伽工道场 大家一起来练瑜伽 来练瑜伽 到时候练功 那练瑜伽 就好好练身段吧 练柔美吧 对不对 然后练狗撒尿姿势 然后在那练道立姿势 在拉筋 在这撑腿 挺好的呀 不 这个家伙在那开始培植势力 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大师 这小子叫麻园张皇 很多人都知道的 然后自己成了一个教 叫奥姆真理教 这个家伙 他后来就魔化魔化自己了 把自己神化了 觉得自己是天神 可以和日本大神相比较 1988年9月的时候 一名信徒参加教会修行 暴毙 死了 麻园张皇一看 自己搞活动 死了一个人的负责任 为了不使这次死亡事件 影响了教会的发展 他便把死者的尸体 烧了 把骨灰给埋了 就能这样 这种事 就是你 比如说你现在是个瑜伽馆 瑜伽馆有个人练习的时候 趴那死了 那赶紧得报警 你自己的喜庆责任 该怎么着怎么着 那是一条命 不 麻园张皇像这种麻木 阴冷的人 他怎么做 他自己把他烧了 骨灰就埋了 也吓人吧 而后不久这事败露了 败露之后呢 教徒就不满了 于是他又把这个 对他不满这个 这个这个叫信徒 囚禁那小黑屋 然后怎么着 撕拉撕拉 就给杀了 有了这两次以后 他就杀人这东西没什么了不得 他甚至在里边感受到一种 从未有过的乐趣 于是这个所谓的教派 性质就改变了 大家知道不知道 有个叫王林的大师 那叫王林的大师 曾经说他自己 有这个本事 那个本事 他曾经点着司马南的名字 说几十米之外 发功弄死司马南 我跟你说 他拿刀弄死我 我信他 但是几十米之外 发功弄死我 我不信他 我不怕退功能 我就怕正常功能 你拿刀来 我撒腿就跑 你说你现在发功 发什么黑气 发毒蛇 发到我身上来 打扫都不信 你慢慢发 我喝杯茶 我坐会儿 我看你怎么发 这个王林大师 有人质疑他 就是他的徒弟叫邹勇 还是谋省的人大代表 邹勇质疑这个王林 王林做什么事 王林就派了两个杀手 把这人给杀了 杀了之后拿大锅煮了 然后把骨头扔到 不洋湖底 所以犯事了 所以被抓了 所以这个王林大师 不但是装身弄鬼 不但是愚弄百姓 包括骗首富 骗著名演员 骗这个功夫明星 而且他杀人有罪 麻原彰皇这样的人 我们的王林大师 这样的人 我跟你说 这些人 都有一 反正 他的确不是凡人 这个麻原彰皇 就是奥姆真理教 这个家伙 他相当于一个传销组织 一旦入了他那个教 你就很难再逃跑 你逃跑 他敢杀人呢 对不对 你如果背叛他 他就把你杀害 用最强硬的手段 结果留下来那些人 都被他吓怕了 然后他有一套说辞 后来单一经营教会 已经不能满足他的欲望了 他用日本法律的漏洞 自己筹备钱 然后呢 筹备资金 搞下一步的阴谋 开始干嘛 开始学习美国生物实验室 美国最著名的生物实验室 你还知道吧 对 就是日本731部队的主要研究人员 把那些日本731部队利用 苏联俘虏和中国俘虏的那些 人体研究的成果 都拿到美国的一个 德特里克堡 然后呢 在那继续从事 生化武器方面的实验 马云章 欢迎干这个 研制生化武器 哎 这个家伙还真是有天赋啊 这种邪门啊 他真的研究出了沙林毒气 后来就有了沙林毒气事件 日本东京地铁开始 更恐怖的是 马云章 和几十个澳母真理教 那十几个人全部复发 可是直到今天 澳母真理教在日本 并没有完全灭亡 现在依然有数量不明的教徒 还在日本蠢蠢欲动 所以日本的老百姓 坐东京地铁 我跟你心有阴影啊 我们说的今天这小子杀人也是 他倒没有呢 发展到呢 邪教发展到澳母真理教 研究生化武器的那种程度 但是你打开汽油 然后打虎机点着 这也吓人呢 对不对 武汉我有个姐 叫方方 方方说了 时代的一厘城落到一个人的头上 那就是一座山呢 你想想这些被烧的日本人 澳母真理教 那杀的那些日本人 这种事情说起来都让人心情沉重 日本现在呢 想自杀的年轻人很多 觉得无望想自杀 因为工作压力 校园欺凌 自杀人很多 日本政府一再解释说 我们自杀的人不是最多的 所以呢 有些国际媒体说我们是自杀大国 这是不对的 我们不是自杀大国 我们只不过是七个最主要的国家排名 我们排到了第一 日本每年都搞出白皮书来应对呢 自杀 但是自杀率的确是 一直呢 那居高不下 日本2003年 自杀人数是34,427人 2015年的自杀人数4万多人 2016年的21,800 什么97人 而后呢 在各个方面干预之下 自杀的人数当中 那有一些改变 什么人自杀 15到39 青壮年自杀 日本老头 日本老太太 那活得劲劲的 他们不死 那活得劲劲的 甚至你到日本去 给你端盘子 都是白发苍苍 比我还老的老头 哆哆嗦嗦 给你开车 老年人活得劲劲的 倒是年轻人呢 觉得无望而自杀 自杀这种事情让人心疼 但是呢 他杀 杀他 就更令人呢 不能理解 日本这个社会呢 现在他GDP只相当于中国的四分之一 日本呢 他地域狭小 现在很多日本人觉得自己呢 生活无望 因此就出现这种事情 这件事情不能 这个人不值得同情 这件事情也不是他个别的问题 这件事情应该从整个日本的社会智力的角度来讨论 怎么样找到一条出路 感谢收看们 谢谢 下期见